来 屏东县第一座原住民族儿童图书馆正式启用 许多帮助建设的人士都一同到场共襄盛举 由于偏乡地区的教育资源不足 原住民文教协会特别募款 希望让部落的孩子学习部落人后 我们都是用课难的教室来上课 但是我们发现如果要长期下去 一定要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 让这群孩子们接受更好的学习环境 这个图书馆的成立是许许多多人的爱心 图书馆内拥有宽敞的读书空间 丰富的长书也都来自社会大众的捐赠 希望这样的建设能够帮助偏乡地区的孩子 提升阅读风气 增加学习力 未来图书馆也将开放给永久屋以外的 部落使用 希望除了学童以外 也能提升整个地方的阅读风气 记者歌手屏东长志采访报道